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想问这句话 就是我最近这几天看到 因为毕竟我们的稻场 就渥太华这个稻场 还是比较远离市区 比较偏郊区一点 所以可以很明显地就看到 这个马路两旁 有一些田梗 就是有一些种植的这些地方 我是不知道他是种玉米 还是种蔬菜水果 大家看到这农夫已经在整地 已经在翻土 可能有些已经下种了 只是我们不懂得看 就感觉到他们是相信未来的 我看到这些景象 我想他们心中有未来 一定充满期待吧 就是说他因为相信未来 所以他今天要下种 要种植 整理 他相信几个月后 他会有收成的 所以想着想着 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美妙 就是说我自己心里想 我也是相信未来的 所以我会很珍惜 在自己的身口意 我们也在下种植 就是说我所做的 所说的 所想的 都是美好的 这一些一颗颗的种植 我相信未来他们会结出 很美好的这一些果报 所以我们确实是相信未来的 学佛的人也好 修行的人也好 他愿意 不管是调整自己 修正自己 包含修改自己 因为他相信以后会更好 以后会是美好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 我只是看着这个疫情 最近真的越来越倾向于 因为真的是很多考量 尤其是民生问题 他不是只是因为 待在家里太久 他包含有经济的考量 各方面确实有很多的考量 所以当然我看的是 美加地区的这些 一些政府的一些考量 然后比较多 就好像要开放的 当然我自己也觉得 有一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要 大家最好还是要保留一点点 怎么说呢 比如说美国 当确诊人数到达五万的时候 这个city要封城 这个州要关闭 如何边界要不往来 种种考量 但是现在确诊人数是破百万 五万的时候要close 破百万要open 我不知道这个是从哪里去判断 如果只是单一去考量经济的话 可能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确实因为间接的各方面 也影响到治安 种种 安全的这些考量都有了 所以我也只能讲说 我们大家越是在 它越是开放的时候 我们越要有这种危机意识了 毕竟我讲了 我们还是对于未来 我们看着它的趋势在发展 还是要很注意的 讲到这个未来呢 今天我特别选了这张照片 I love New York 这是我在纽约的 La Guardia机场拍的 我记得好像是 大概两三年前吧 到了La Guardia这个机场 哇 so surprise 好惊讶 La Guardia机场 什么时候变这么漂亮啊 当然比起一般的国际机场 它不是最漂亮的 但是比起之前的 它变漂亮了 我在车上就跟义工师姐就讲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La Guardia机场变这么漂亮 他说因为这个市长呢 他 我忘记是市长还是州长 应该是市长了 他说他去了亚洲几个地区 看到他们的机场 我想大概不出香港 新加坡包含上海啊哪里 可能他看过 他说 我觉得他有那种支持 近乎勇的那种 那种反省 他说原来我们自以为自己 美国是最强大的 最好的 没想到 自己连第三线的城市都不如 他觉得 真的是很羞耻啊 所以他奋发图强 其实我非常赞叹这位市长 就是 其实啊 La Guardia那个机场 室内机场 它外围 我们在纽约居住的人都知道 那种 那种交通繁忙 然后建筑物 简直 之前我们进出La Guardia机场 我都觉得 没有解药了 因为没有路可走 我都不敢想象它的未来 但是隔了几年再回去看 哇不得了 这位市长很大的魄力 他竟然 我不知道用什么力量 总之他一定要收购一些 土地啦 房屋啦 种种这些 然后再去做规划 到现在一起一起在完成中 我觉得这位市长的心中有未来 他知道纽约可以更好 所以当我看到 La Guardia 以前那个 旧旧的张张的那个机场 到现在 不是只有焕然一新 他也有国际水准 我就觉得 哇 什么事情 只要你心中 相信未来 你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 一定会继续向前走的 今天我只是看到那些田地 在翻着翻着 我突然心中觉得 我们修行的人 心中因为我相信未来 只要我这路是对的 路一定要对哦 否则偏差 你想走捷径啦 或者某些音乐很难讲 这个失之好理啊 差之千里啊 那总总之 我觉得 只要路是对的 心中相信 我走菩萨道 有一天 这是觉悟的道路 只要方向对了 路是对的 坚持下去 会走到 正物的 那个目标的地方 所以 相信有未来 我们要相信有未来 明天会更好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